当暴星星在德华面前玩四空阵 却让德华把杯装完了 近日暴星星来德华家里做客 于是德华决定让暴星星来一把 得以缓解连胜后的压力 就这样暴星星开启了下一把对局 但由于队友已经选定了编路和打野 而德华却丝毫不慌教唆起暴星星如何抢位置 这时候你就得用语言打 你就说一句 带飞 可以叫袁哥总担 袁哥总担 我带飞 对局还没开始前 搞笑的是观众却纷纷研究起德华吃的草莓 是不是跟甘蔗那样也是偷来的 妈的一个草莓还要偷 那去摘都行 去摘 给点钱去摘 来到对局 前期一直猥琐发育 直到六局后的这波与咬金的正面对方 竟能完成月塔互换斩路头角 这也让德华开始装了起来 而德华却也发现了自己司空正好像与别人不同 却遭到了爆猩猩的调侃 哎你曾有天的平革距离真的 哎不是你的司空正平革距离真比我远 这次没掉 好 我抱歉 暴猩猩 暴猩猩复活来到线上就遭到两人联合毒打 却因上波大招没有冷却只能无奈送出人头 哎 在次复活敌方已经嚣张地堵在一塔和二塔之间 暴猩猩想要上前都无能为力 最终还有被赶来的戈亚带走 哇操 哇操 这么细吗 接着我方是一直被压制在塔内 直到这波敌方两人残屑却还想有操作 却被暴猩猩巧妙躲过进行反打 这就啥子 太多 哇操太过了 他还要杀我 真的就不关了 OK拆搞定 你皮 蹲蹲蹲蹲蹲来了 太肥了 眼见正面挡不过 暴猩猩就想来到下路透发雨 但敌方却不给这个机会 能换的话就血了 可以 可敌方咬睛还是太浪 一个人也要反眼 被暴猩猩黏住后成功拿下 我A死 漂亮 而敌方戈亚更为嚣张 一个人追着我方三人打 对此暴猩猩再也忍不了进行互换 没事 没事没事 赚的 赚的 单杀一个 再加上他 晚额的大招 赚的 却赚的 这波没什么 一个人攻击的 漂亮 暴猩猩猩不在的情况下队友又相继送出 眼见敌方式如破竹直逼水晶 此刻暴猩猩如同天神下班 开启大招疯狂输出竟然奇迹般守了下来 还因此拿到了五杀 这把一旁的德华看得亚马呆住 简直难以置信 而敌方戈亚却还丝毫没察觉到事情严重性 还敢出来带线 又被暴猩猩找到机会直接月塔带走 不料撤退时却遭到埋伏 而暴猩猩只好再秀一波反杀 德华看了都直呼佩服 我方局势一度扭转 敌方咬金上前也扛不住我方的伤害 我们此时看德华表情 仿佛这些是自己打出来的 紧接着我方程式准备一波比赛 暴猩猩一个人牵制住三人 整整熬战三十秒方才结束战斗 最终还是双拳男敌四手无奈倒下 可由于太过于专注却有了意外收获 因暴猩猩的牵制 马可已经直达水晶准备要一波 哎呀 天水晶了 哎 陈老天 乖乖乖 很着急 哎呦 一个人这都是这种 可以可以可以吧 有意而为一 哇 这波 刚才高低这波一打五这一波 确实有说法 毁放到今天了 但是我没有可以毁放 主要是 手机 手机太高 哎 加十五分 我吵 无连绝食 由于拿到五杀的场面 值得我们反复观摩 但因德华没有回放 我们可以点赞收藏剪辑版 反复观看 放心 明天真的会有人剪 到时候再看 到时候一样欣赏 苦ç 酒 酒 酒 benefic 酒 酒